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九九重阳砖桥高会的活动 其实已经连续举办了13年了 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砖桥地区的一张文化名片 全上海的市民一般也都会在这一天慕名而来 来干什么呢 吃高 买高 还有就是赏局 这是我们九九重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么今年我们的活动虽然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我们就采用了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 来和大家展出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云逛高会 那么同时在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今天整个直播间的流程里边 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不可或缺的重阳高 同时还有我们砖桥的非移跨界的剪纸影系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直播环节当中 会有一些福利是送给大家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直播活动就开始了 那么每一年我们的九九重阳的砖桥高会聚集的主要因素 就是因为我们有重阳高 所以上来先要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重阳高 我们砖桥的重阳高还是热乎的 看到没有 我手里捧着的这个 当然了很多喜欢吃我们这个重阳高的人 一看就明白了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小弟的砖桥桶真高 这一桶如果是三口支架拿回去的话 估计能吃两个礼拜 我们家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 但是我是非常想 就是现在已经做到一高难求了 因为桶真高这个东西 它是制作过程是比较繁复的 不是说你早看摊头什么去看一下 说要马上就能给你制作出来了 在这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有必要跟大家大概的去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桶真高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农家乐的食品 其实是数百年来农家们改善生活的一种智慧结晶 那么2015年5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砖桥桶真高 制作机就被列入到了 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么这个砖桥桶真高的制作 其实在用料上是非常的讲究的 主要的原料是糯米粉和精米粉 是要按适当比例掺水拌合 那么适当比例是多少 这个应该是商业机密 所以他也没有告诉我 要加入适量的糖 还有这个甜品佐料 但是放心绝对不会添加色素 还有还有化学物质的甜料 然后放入木质桶蒸 然后隔水用高火连续蒸煮而成 出锅冷却 味道就非常的甜美 可以把它切成片 放到冰箱里 然后再拿出来 也是比较易于保存的 不是说拿出来 这种你马上就要吃掉 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 把这个糕和其他的烹饪结合起来 但是我觉得光吃就已经很好吃了 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 就是说吃一些糕点 但是这个桶真高吃了之后很上头 很上瘾 我相信所有喜欢吃桶真高的朋友 应该都能够理解我这个感受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桶真高 你如果想要购买的话 是要提前预约的 目前基本上是已经一高难求了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 那可能就要打这个电话 当然了这个电话 我就怎么才能去打电话去预约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专桥家园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可以上一下二维码 给大家看一看 挂的时间长一点 在我们这个专桥家园的二维码当中 就会有我们这个桶真高 飞翼制作人的联系电话 然后你打电话跟他预约 然后到了时间之后 就到他的门店去提取就可以了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我估计大家都已经提前预约掉了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平时这个桶真高 它也是讲究制作的 基本上是讲究这个时令和气候的 一般五月到九月中旬的时候 是不做的 所以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预约了 好吧 好 桶真高的下概情况 跟大家就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 桶真高先拿下去 一会儿我们切一切分给大家 好 跟大家再继续说一下 除了我们这个讲到吃糕买糕 是我们九九重阳节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去年还有前几年开始 我们就会请今婚的夫妇老人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爱情保鲜的秘诀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 我们请到的是曹飞和韩天美夫妇 我们掌声有请曹爷爷和韩奶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有请 好 来 有请曹爷爷和韩奶奶请坐 好 是这样的 我们请两位来 也是要请两位吃吃糕 我们先把桶真高拿上来 因为这个桶真高我觉得还是要 就放从前面给我们就可以 没关系 谢谢 我觉得还是要热一点好吃 我们先请爷爷奶奶先品尝一下 我们这个提前就已经预定好的桶真高 好吧 来 爷爷奶奶吃一下我们的桶真高 这个桶真高好像是有两种口味的 我第一次吃到桶真高是有两种口味的 是哪两种口味啊 一个好像上面是加了那个核桃仁的是吧 也好吃吗 很甜 很糯 好吃 我觉得稍微凉一凉 如果再热点会更好吃 因为我们刚才开播之前就拿上来了 这个吃了会不会沾牙 不会 不会沾牙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高好吃会不会沾牙 还真不会 但是我奶奶慢慢知道 我们跟爷爷聊聊天 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 两位今婚在一起 今婚了五十年以上 两位已经 五十六年 已经五十六年了 非常的不容易啊 五十六年一直是相近如宾 恩恩爱爱的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两位保鲜的秘诀 好的 我们夫妻俩呢 是在一九七六七年 结封 结封了 那个时候呢 生活条件呢 比较差 我爱人呢 不厌弃我家庭贫困 他能答应我跟我们成为夫妻 那个时候呢 我爱人呢 我们两个人呢 是都是父亲父爱的 从来没有争吵什么东西了 为了使我们家庭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呢 我爱人呢 很勤劳 白天要再拆家农业劳动 晚上还要勾花 把勾花的钱呢 变成买油烟酱醋的钱 所以呢 这个我爱人呢 这个正是我很改进他了 度过来 帮助我们那个家庭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度过了难关 改革开放之后呢 我们的生活条件呢 受注不得好了 我老婆呢 这个胃上呢 有一个胃痛的病 我呢 想方设法 把他通过用各种治疗 把我老婆的这个胃病呢 治好了 现在他身体很好 那退休之后呢 我们两个人呢 更快乐了 没有什么 比较轻松 我们一起呢 都以身体健康为中心 父亲父亲父爱 从不吵闹 把让我们的这个退休之后的 这个生活呢 搞得更好 子女呢 也很孝敬我们 我们呢 也能够及时地帮助小孩呢 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这个夫妻恩爱的这个剧桥呢 就是互相尊重 不吵不闹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秘诀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觉得其实讲得蛮好的 因为刚才我听这个曹爷在讲 首先两位身体的非常健康 我觉得是既是你们的幸福 也是子女的幸福 还有刚才曹爷跟我们分三个阶段 描述了一下他们这一路走过来的 这个婚姻生活 我觉得就是 现在我们在参加年轻人婚礼的时候 都很流行有一个誓言嘛 就是问他 你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 是不是愿意陪他相濡以沫到老 大家都说我愿意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要用一生的实践 去实践和兑现的 但是刚才您跟我们分享了 三个阶段的故事当中 既有讲到 当时在困难时期的时候 两个人是如何相亲如宾 相互搀扶 然后后来呢 当年纪上去一点的时候 出现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合疾病的时候 如何去照亮对方 我觉得其实这都是用身体的意义 去践行自己对于爱情的誓言的 非常的好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去学习的 那我们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砖桥高会上 刚才两位也吃了我们的统成高了 往年是不是经常来逛 你的砖桥高会 讲起这个高会 从严高会呢 我们砖桥呢 是有律师的 解放初期呢 我们砖桥呢 就有那个叫 从严机场 机场呢 就是很多地方的 砖桥 百桥 马桥 从朝行 他们老百姓都到我们这个 砖桥呢 才与机场 机场期间的规模很大 有吃的 有穿的 有玩的 有用的 很多东西 当然呢 也有很多从严高 高点买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砖桥这个律师呢 就是从严 就是我们砖桥的一个农村封锁的一个重大的几率 现在呢 在政府的关心下面呢 我们这个 把这个砖桥的高会呢 搞得更好了 老百姓呢 也很喜欢吃高 所以呢 我 深深地给现在的这个砖桥政府啊 老龄会啊 把砖桥高会呢 这个搞得很好 谢谢领导 谢谢政府 我也很高兴 我也很开心 嗯 其实在去年 我记得来参加我们专桥高会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环节 就是带今婚老人来逛我们的这个专桥的一些发展和变化的情况 当时我们还准备了爱心专车 当时 呃 你们也参加了 我做的第二列 做的第二列 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也很常高兴啊 就是我们做的这些呃小活动 就是让爷爷奶奶能够一直记着一直挺高兴的回忆起来 我们觉得也是很美好的回忆的幸福 我们也期待两位能够接下来开开心心的身体永远是健健康康的 好吗 谢谢 谢谢爷爷奶奶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 好 我们一会儿下去接着让我们爷爷奶奶支持歌好吗 他们辛苦了 好 谢谢 好 敬祝各位老年人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好的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谢谢 谢谢两位 慢一点 谢谢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来帮他们把膏一块地下剪 好 那么我刚才看到直播间里啊 有朋友说这个身体很棒啊 说爷爷奶奶平平淡淡恩恩爱爱 讲话很有底气 还有一些朋友说想吃这个膏啊 那么我们要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除了专桥统针膏 其实是有很多好吃的糕点的往年在我们的膏会 虽然今年呢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兄弟接镇和邻近省份的这些好吃 吃的糕带到现场 但是呢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关注专桥家园的公众号啊 重阳活动的相关推送里面有详细介绍 可以去购买我们的统针膏 当然是要提前预约的啊 不能马上就说买就能买得到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话 赶紧关注专桥家园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可以有去预约购买的联系方式和途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 那么今年呢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我们的活动是要采用线上加线下的模式的 那么线上就是我们在直播间里会给大家请上一些嘉宾 送上一些福利 那么线下活动有哪些呢 我们接下来要请大家到我们往年的主会场 也就是我们的田园公园 虽然在那里呢 现在没有设立有售卖糕点的摊位 但是田园公园依然是节日气氛浓厚 接下来跟我们的外景主持人取一探究竟 大家好 我是本次节目的外景主持人金雨龙 以往的重阳节 田园公园都会举办线下活动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 线下活动无法如期举办 但田园公园依然会进行精心的布置 供大家来游玩观赏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摆放着许多照片 这是爷爷奶奶们的金婚合影 他们携手相伴 走过了漫长的人生旅程 阿姨们 我看你们刚刚在看这张照片很开心啊 你们觉得这个照片拍的零吗 可以啊 老好啊 挺好的 体现了我们就是社会的幸福 对吧 也体现了他们夫夫是百年好合 也是 等于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吧 那在重阳节之际 你对这些老人有没有一些祝福呢 就是那祝福他们就是身体健康 嗯 就是白头偕老 嗯 爱爱 那谢谢两位阿姨的采访 也祝愿你们家里的老人 重阳节快乐 嗯 谢谢 谢谢 爷爷奶奶们之间的真情令人羡慕 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在见证这份真挚的爱情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旁边还有一处摄影展 之前我们在专桥家园微信公众号里 征集了以爱在重阳为主题的摄影作品 挑选了部分精品 在这里进行展示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哎 阿姨您好啊 您觉得今天的摄影展怎么样呢 很好 嗯 漂亮的很 你看这个年纪那么大 作为人以上啊 现在真的生活很开心啊 老对那个国家对老人照顾 真的很好很好的 那您在这里面最喜欢哪一幅作品啊 我觉得 这一幅这两幅我都喜欢 你看这个子女对自己父亲啊 那么孝顺啊 真的 摆扇笑为先嘛 你看那个儿子跟他爸爸洗脚 这个好像全家活 这个也挺好的 那在重阳节之际 您对这里的老人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祝福他们重阳节快乐 呃 长寿永远健康 啊 谢谢阿姨 也祝您的家人长寿健康 幸福美满 谢谢 有一句诗十分的出名 带到重阳九月八 我花开后摆花纱 今天公园里特意布置了一场美丽的菊花展 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菊花展吧 今天这里还有好多阿姨在这里赏菊 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他们吧 阿姨你好 你好 您觉得今年的菊花展怎么样呀 太漂亮了 你看看那个菊花 美不美啊 过往几年的菊花展您有来参加过吗 每年没落下过 那今天是重阳节 您对老人们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嗯 祝天那个 全世界的老人吧 啊 身体健康 生活美满 合家 幸福 谢谢您 然后也祝您家的老人 幸福美满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 我们看到现场的布置 其实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 对吧 有这个菊花展 还有我们的金婚摄影展 吸引了很多视频前去观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到我们另外一个分会场 就是我们的龙胜商业广场去看看 那边有很多的优惠福利 还有免费的抽奖 等着大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本次活动的外景主持人迪西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是专桥的龙胜广场 大家都知道呢 重阳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 也是非常温馨的老人节 本次节日呢 龙胜广场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来为老人送福利啦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这次重阳节呢 龙胜广场还有很多的免费抽奖活动 现在呢 我看到这边还有很多的人在抽奖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他们都抽到了什么吧 奶奶抽到了欧上超市的六个鸡蛋 您平常去欧上超市买东西吧 妈 那你抽到这个感觉怎么样 开心 开心 是不是特别实惠 叔叔抽到了什么 叶子败 一个八十火锅的锅底一份 可以和今天可以和家里人一起去吃一顿火锅 一起去过这个重阳节 谢谢 你好 刚刚刚这位爷爷在楼下抽到了一张免费体验洗剪吹吹券券 让他现在来这边体验一下 好的呀 可以啊 那您要不先进去先帮你洗一下 可以吧 然后这一次你们店里还就是有什么样的活动 重阳节的活动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是一个爱老 就是爱老护老的这种活动 然后给到隔壁的那种社区嘛 老人的那种活动嘛 想要是这次活动的话是一百二十八块钱 洗剪吹的 之后现在目前的话是六十八块钱 我身后这家店就是井心海鲜烧烤九四 里面有哪些好吃的 有哪些优惠活动 大家就跟我一起去探探店吧 那这次听说井心海鲜烧烤 有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可以向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灵魂小串系列 然后买食送食 另外的话会加赠一个我们手工特制的一个酸奶 楼下的一个抽奖活动的话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阿坑廷红虾 希望大家的话可以在重阳节的时候 带自己的家里人还有一些老人 来品尝我们这边海鲜烧烤 现在我看到这家店的环境非常好 非常适合带着家里人一起来吃饭 让我们请那个客源初见的店长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重阳节有哪些活动 你好 这样子的针对这次的重阳节的话呢 我们客源初见的话 针对老人这边的话 只要老人凭老人证 过来我们餐厅消费 那以后的话是可以凭老人证 可以享受的是9块9元一份的 价值49元一份的我们餐厅招牌的白切鸡 对的 那如果抽奖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是的 抽奖这边我们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菜品 那其中的话我们有套餐 价值388元的两到三元的一个套餐 另外的话还准备了我们餐厅的招牌菜 有50份我们餐厅的招牌菜 那其中包括了我们餐厅招牌的臭鸡鱼 还有我们的八枕烤鸭 都是点击率非常高的 我们餐厅的很招牌的一道菜哦 龙胜广场的一楼还布置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区 还有很多的非裔手工艺人 现在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欣赏 让我们看看他们对非裔文化 都有哪些了解吧 阿姨你看你看特别认真 你好 你也特别就是了解这个砖桥剪纸是吗 出生就在我们砖桥镇的 对这个剪纸呢有所了解 所以今天来看到这个展 感觉特别熟悉是吗 对的对的 好的那也祝您重阳节快乐 然后这里还有一张 是我们的这个提高券 然后这个统真高呢 也是我们砖桥的一个代表 然后他在这个统真高 在往年也是非常的热销的 在我们的砖桥高会上 然后现在您这张券就可以到 这个阿小弟的砖桥统真高 去领取糕点一份 好的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 香囊制作机的传承人陈老师 现在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香囊的制作吧 我是上海市敏航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囊制作 代表性传承人 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 就是我做的香囊 大家看到一个圆圆的球 圆圆满满的球 这个就是触局 触局我们通过我们的理念 和我们传统的触局 和我们香囊相结合 里边放了香料 这个是我们首创 谢谢广大的民众 来参观我们这个飞仪展 同时呢 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飞仪 入住到学校 进住到社区 企业 进行飞仪的传授和传播 谢谢大家的光临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详细介绍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龙盛广场 检验看看这些作品 感受一下飞翼文化的魅力 好 刚才看到我们小编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了 可以说龙盛广场是诚意十足 带来了很多的干货 我们给大家一共罗列了一下 有14个商家提供免费抽奖 9个商家呢 会推出相关的优惠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要凭借本人老年卡 才能参与 活动呢 一共是今天 10月14号这一天呢 其实是活动是最多的 大家可以在这一天去参与抽奖 但是呢 我们的优惠和对奖活动 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在这里呢 也感谢龙盛 还有我们龙盛里边 各家商家的大力支持 我们将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不断延续 也将优待老人的这个实惠啊 我们要落到实处 那么具体的商家信息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 这个专桥家园的官方公众号去查款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跟大家简要的啊 挑一些我觉得不错的 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比如说从今天的啊 今天10月14号 呃 十点半开始嘛 从这个龙盛广场开开门开始啊 在这个屈城市店铺前 出示本人老年卡 就可以有抽奖的机会了 奖品有哪些呢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比如说欧上超市提供的 99份鸡蛋券啊 还有什么呢 客员啊 提供388元的 2到3人的套餐啊 一共有50份招牌菜可供选择啊 还有呢 就是如果您很久没有看电影了 万达影城龙胜店 在重阳节当天啊 开放重阳节工艺观影场次 哎 你可以去试试自己的手气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券啊 商家的这个优惠券 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专桥家园的微信公众号 里面会有详细的罗列 但是呢 还有一些优惠活动啊 优惠活动 比如说亚裔经典可以以旧换新啊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如果哎 您喜欢唱歌的啊 啊 唱老歌的 不不 还是唱现在时尚的这个hiphop的 都可以啊 去这个据点KTV 凭借当天小商场购物小票 满200元以上 就可以享受中包免唱 免费唱两个小时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啊 给出的福利是非常的多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再聊一聊啊 我们专桥老龄办 为关爱老人的项目呢 这两年呢 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到了专桥镇老龄办的主任 翁建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都做了哪一些 助老 敬老 爱老的项目 来 有请吴主任 吴主任你好 这个吴主任上来是带着东西上来的 这个东西呢 我们先放一趟 先不着急说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推出的 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是跟爱老和助老有关的 我们先说一说 平时啊 我们做了哪些 助老方面的特色工作 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赚效的老人 要将近两万多人 然后百岁老人 今年也是要达到六个人 然后九十岁以上老人 有六百多人 那么我们应该说 从特色上面 我们每年搞一个惊婚的 因为我们从2015年开始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第七年了 我们开始一个惊婚老人 一个婚纱岁 那么也深得老人的喜欢 那么应该说我们 今年呢 通过一个精华摄影的照片 展现一些老年人的幸福甜蜜的生活照片 那么当天我们把这个照片通过网上发布以后 当天的垃圾排名第九位 所以因为他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就叫太甜了 太甜了我会想到同心高挺甜蜜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还有 今天可能我们在那个东方卫视 有一个相应的一个 惊婚老人的一些照片的一个展示的 那么我们另外呢 就是因为今年是建党百年 所以我们也对百岁老人 开始了一个与党同岁的一个活动 那么也在我们米韩台之前 也是进行了一个是播放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今年做了 就是主持了一个是 蔚蓝老师的一个蔚蓝化养老 那么应该说近期大家看电视的话 在金色学堂再反复播放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都是针对老年人啊 一些收视习惯啊 对吧 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啊 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 那么还有一些未老服务工作 主要是围绕养食居这几个方面 给老园人提供一些便利 特别是为一些居家老人 做了很多实时在那的工作 对 是吧 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从养食居三方面啊 因为养主要是我们针对是养老机构的 那么从这一块呢 我们专业的总的有六家养老院 那么其中我们大华进老院呢 在去年 就是被评为上海市的一个是生态智慧养老院 一个建设基地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对另外几家也进行了一个是 一个智慧养老院一个提升 那么应该说从硬件环境 从服务的载快有所很大的一个提高 那么另外呢 就是从食的方面 我们也是在根据老年人的需求 就是在田园建立了一个社区食堂 那么目前每天要达到 就是就餐的老年人要160克左右 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情况 给予一个提供一个是送餐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服务 那么从居住载快 我们主要是对老年高龄老年 一个是关心关爱的一个慰问 就是从阳啊 还有一个是春节的一个慰问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一个是对居家这一块 我们主要是通过居家服务 一个洗衣服的方式 还有一个居家的一个长呼吸的一个方式 进行一个身体的一个护理 当然这些居家服务这一块 需要我们老年人到社保中心 进行一个是申请 创可一个申请办理 那么通过评估以后 给予相应一个服务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一个 适量化的一个是环境的改造 因为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个身体状况 为好的更好的在居家这一块 提供一个是辅助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也适量化改造里面 主要是一些相应的一些预设里面 一个是便捷的凳子 还有一个扶手在内的 那么这一块呢 也需要一个通过居有会的一个 相应的询问和申请 那么另外一块呢 我们对特殊对象其实也有一个关案 就是我今天要展示 很重要的这个东西 前面你跟我说过 我觉得这个东西挺酷炫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一块呢 其实因为智能 这个是一个对中老年人 一个智能健库的一个手表 其实这一块呢 其实需要我们年轻人 对老年人的关案里面 其实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手表 我们主要是一个对老年人 一个是戴在手上以后 有一个相应的 一个就血压的监测 就上面有哪些功能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这包装盒上说的很明确 视频通话 这个通话对吧 然后它就是可以人脸识别解锁 这个也蛮先进 还可以就是其他支付类的 我们就不说了 比如说跟身体有关 这是开机了 这个有体温检测 如果老人一个 特别是在家里一个人 比如说滑倒什么的 可以有SOS求救 对吧 包括这个还能有心率的 血压的检测 还有就是有GPS的精准定位 那么这么看来的话 其实像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它的一个 就是操作的界面 模块就是里面有哪一些功能 包括相机啊 这是什么 护管它二维码 对吧 它都是有明确的 这个都是有的 就功能性 主要是集中在老年功能上 一块手表 这一块手表呢 因为考虑到 因为是个联通的 它需要一个插了一个 就是5G卡的 那么5G卡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通过跟子女捆绑了以后 把这个电话号码输入以后 子女老年人带好以后 等于说子女在外面 可以直接打电话 然后因为之前的电话号码 已经输入在这个里面的 只要他按一下自动免提功能 就是知道跟他对话了 因为考虑到老年来方面 所以直接一按就可以了 这手表防水的应该 我看看 应该是防水的 就是包裹的还挺好的 对吧 我这个到时候看一下 这个说明书 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蛮 而且挺时尚的这个手表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手表怎么说呢 特别是对于 我的感受是独居老人 或者说他没有办法 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去相关的照护机构 养老机构的话 那么一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子女又不在身边 对吧 那可以考虑是不是给自家老人 去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表 那么这个手表贵吗 不贵 是这样的 我们要就是提供一个是 智能玩表给老年来的健库的前提箱 它有两种性质 一个是通过子女 一个画贝的方式 跟这个手机捆绑 然后送你这个手表 智能手表 然后你享受两年的一个免费 还有就是500分钟的一个 每个月就500分钟的一个是免费的通话 就这个功能 那么还有一个等于说是因为子女有的时候 可能不用花费的 那他要通过365块的一个费用 买下一个 说吧 就是付了365块 送了一个表 送你那个500分钟的每月的一个是 电话接通 还有就是两年的一个是使用 使用权 所以主要是用这个两个方式 达到我们对老年的一个 就是一个数字化的智能肩负的作用 就是这个概念 好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蛮有意思 就是通过一些现在时下流行的 5级通信的手段 对老人形成一个有效的监护 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因为虽然是免费这样两种方式的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在用手机 写防诈骗的这一块 对吧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安全 因为所有的手机功能各方面的信息 还有一个是 因为其实现在到底先有一个支付的系统 所以说我们每块手表就是发给他们之前 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拍 就像我们外面一个窗口移动接待一样 就是要实名认证 单独的一个登记的 所以说再快 也不是说随便送送去 就是随便 就是好像还是需要一个保密性 这个也要考虑的周全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也要考虑周全 好我们谢谢翁主任 给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 给我们带来这么有趣的一块手表 我觉得不光是时尚好汉 主要是因为他就像他讲的 这个有智能监测 监护的这样一个功能 而且呢又是我们等于说 现在等于说是希望 实实散散的 对对对对 把福利 把便利送到给我们老年朋友 也是希望他们的晚年生活 有一个更好的安全和保障 对好谢谢 谢谢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讯息 谢谢 谢谢你 好 好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专巧在近老爱老方面 开展的一些工作 包括接下来 我们即将要推出的一些新举措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我们的节日2021 上海市重阳民宿文化主题活动的直播间 说到专巧 除了有我们的统真高 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传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 专巧减脂 而且专巧减脂又焕发了它的新生 让这个减脂活起来 因为专巧的减脂影系 也是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和创新 将专巧减脂活态化来传承 专巧减脂艺术 充分去挖掘专巧地方文化特色 来突出专巧的文化特点 形成专巧减脂艺术的新功能的转换 让它形成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那么去年专巧高会的现场 我们给大家上演了一堂专巧的兼脂影系 童中传奇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看 那么今年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原班人马 为我们带来兼脂影系 奇袭护敏录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欣赏一下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 这可以算是像我们兼脂影系当中的大戏 35分钟的时间 大家慢慢欣赏 1922年 沪敏公路开通 沿途启动开发建设 1934年 北桥地区成为上海县政府所在地 社会建设大发展 然而 到了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对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走快走快走快点走走走你们要干什么呀 你们干什么呀 停下 干什么 你凭什么来着我们 小孩子 你干什么啊 还想干什么啊 这种大孩子嘛 小孩子 小孩子 下一次 你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你这穴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家里的一点破烂东西 打开看看 你 打开 牛王 别倔了 快打开 大家都在后面等着呢 醒了 等等 谁让你们走了 查也查了 看也看了 怎么还不让我们走 听着 从今天起 过往的车辆 大的小的 汽油烧的 还是人力辣的 未经搜查 你这一日不许冲刑 否则 这什么道理啊 这是什么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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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是什么道理啊 你们真是什么道理啊 你们老百姓 平时在家老做 搜查 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我看 就是你们心中有鬼 要和皇军作对 才害怕风路 是不是 孙三队长 孙三队长 为师会会长前来报到 孙三队长 您消消气 别和老百姓一般见识 您有什么吩咐 天老百 从这年起 家派人生 封锁后军公路 一定 明白 啊 这 孙三队长 后军公路 接通上海和杭州 来往车辆更多 我们维持会议 事单力薄 啥什么 您知道 这里的游击队 伸出鬼没 我们 放不住啊 白了 就是因为游击队伸出鬼没 他要放锁 只要能查出来游击队 嘿嘿 你 明白了 明白明白 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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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还不做 不 对 您 您 有什么 您 别着急 大家的心情和你一样急切 护民路不通 乡亲们就早受一天折磨 面对鬼子罕见 我们唯有拿起刀枪保卫家园 队长说得对 我们必须拿起刀枪保卫家园 队长 您说 我们该怎么办呀 别着急 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大天 你来说 队长说了 下周三是钱老板的生日 他们一定大肆庆祝 到时候我们趁着月色 一把端掉港亭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好计划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好 这次行动十分重要 大家一定要保密 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放心吧 咱们都是相里相牵的 谁要是敢出卖咱们自己 我阿狗第一个不让他好过 好 这就好 接下来 我们就详细计划一下 大天 好 T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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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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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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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